火箭主场迎战小牛 原本应该上阵的先发控卫贝弗利 因伤缺席 让您说好此意重返先发 对他来说 重返先发是证明实力的好时机 攻下全队次高的14分 另有三篮板四助攻和三超杰 助火箭取得开机二连胜 就是那么巧 今早火箭主场迎战小牛 首战先发控卫贝弗利 二日金船因腹部肌肉撕裂伤 将休息10至14天 贝弗利是在10月31日 对战夏洛特山猫的第二节 上到肋骨 下半场就未再回到场上 没想到这一伤 可能让他缺席六场比赛 因此与贝弗利竞争激烈的 台一后卫林书豪重返先发 表现可圈可点 全场攻下全队次高14分 另有三篮板四助攻和三超杰 助火箭以113比105取得开机二连胜 对林书豪来说 重返先发是证明实力的好时机 但是可惜全场发生六次失误 在火箭高速攻防系统中 林书豪因如何避免失误 控制好比赛节奏 将是一重要课题 不止林书豪进攻强势 大胡子詹姆士哈登 也是火力全开 全场17投11中 包括四季三分球 攻下34分 四篮板三助攻和四超杰 丝毫看不出来他是带上上阵 尽管火箭最终胜出 但最后关头小牛的凶猛反扑 让火箭下出冷汗 中场前3分58秒 火箭原本还以104比87大幅领先 以为胜券在握 主帅麦海尔换上替补阵容消化比赛 没想到小牛开始疯狂发动三分攻势 短短四分钟内 飙进6G三分球 其中替补前锋克劳德 贡献4G三分弹 火箭最近被追到仅剩5分领先 幸好小牛反扑的晚 使火箭险胜 新闻海台电视蔡佩军编译